这个男人身材了得 满身的纹身 重数的肌肉 刚入监狱第一天 室友就缠上了他的身子 说什么都要跟他过一段 胸有地宫的日子 远处预警听到声音 却只是微微一笑 可当他再次回到监狱时 男人名叫杰森 本来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 没想到某天回家时 却发现妻子晕倒在地 当他蹲下来查看妻子时 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将他迷晕 等他再次醒来时 手里却握着泰雪的凶器 一旁的妻子也已经被刺身亡 杰森就这么寒暄如玉 可虽说有着健硕的身材 杰森的监狱生活却并不顺心 没过多久 监狱里的恶霸就盯上了他 本正你有狼牙豹 我有天灵盖的无畏精神 张口就往杰森的饭里夹了口吐沫 甚至还嚣张的满嘴喷 这杰森哪能忍 直接给对方打吐血了 可在监狱里打人同样犯法 果然没过多久 就算直接让他参加一场赛车比赛 之前的事情就算一笔勾销 原来这是一座四日化的监狱 为了盈利 监狱会定期举行死亡飞车直播赛 原因无场的人则会获得自由 但上次比赛又有高人气的选手面具哥 不幸身亡 为了增加收视率 监狱决定隐瞒这个消息 找人假扮面具哥继续比赛 说来也巧 杰森以前就是一个出色的赛车手 况且面具哥死前已经赢得了四场胜利 只要杰森赢得一次比赛 那么即刻就能重获自由 杰森当然果断答应 可没过多久 一个球车引起了杰森的注意 车上的犯人每个人都佩戴了一个监狱独有的定位装置 杰森回想起棋子遇害那天 凶手似乎也带着这样一个定位装置 看来这场比赛其实并不简单 这是一场惊险刺激的赛车比赛 每位车手都配有一个性感的辣妹 而这个女人正是面具哥的领航员 可奇怪的是波妹一上车 就认住杰森并非面具哥 杰森索性摘下面具 随着灵灯亮起 九辆赛车瞬间冲出起点 在波妹的引路下 杰森顺利的跑完第一圈 可单纯的赛车已经满足不了观众 所以金姐又开辟了新的玩法 气魂录上了按钮 经过带有宝剑的按钮 代表获得枪弹 而护盾按钮则代表获得保护装置 当然最逆天的要属骷龙按钮 只要车轮碰到按钮 车手就会当长脸的合法 一名车手为了躲避攻击 转转好好划过骷髅按钮 只见前方的巨型钢钉缓缓升起 比赛仍在继续 场上车手即胀下7名 战火也很快蔓延到杰森那里 但就在此时 抢到护盾的杰森却发现 车上的所有保护装置竟然都失效了 后面的攻击还在继续 杰森却是面不改色 心不跳 一本正经将波妹抱在Z的大腿上 然后将车子的汽油弹直接弹出 一个完美的泡物线 汽油直接洒到后车 接着波妹迅速扔出一个点火器 后车就这样脸了合发 然而就当杰森马上获得比赛胜利时 旁边的车手对杰森做了一个手势 杰森突然想起 棋子案发现场 凶手也做了同样这个手势 要说两场没有关系 他是绝对不幸 一个慌神 杰森直接被对方撞出了赛道 第一天的比赛就此结束 可监狱的人怎么会知道 棋子被杀的现场 凶手做的手势呢 没想到之前看的定位装置 杰森知道 这件事绝对是监狱主管 金姐策划的阴谋 莫莉就是让她来到监狱 代替面具哥比赛 知道真相的杰森 立刻撂条斯不干了 可金姐却是不紧不慢的 拿出杰森女儿的照片 就说比不比吧 第二场比赛随其开始 喜好当亮起 但杰森却没有着急出发 而是停下来逼问波妹 面具哥死亡的真相 波妹只能无奈输出真相 原来这都是金姐和她的一场交易 只要波妹破坏到 汽车尾部的武器 波妹就能获得自由 目的就是把面具哥 留在监狱里比赛 而上场比赛 杰森的护盾装置 也同样是波妹毁坏的 直到真相 杰森更是无心比赛 拿上枪弹技能 追着昨天做首饰的哥们 就是一顿扫射 然后释放烟雾 利用地势撞翻对方 接着走出车子 直接扭断对方的脖子 对着摄像头里的金姐 就是一个挑衅的眼神 但金姐也不是追速的 一气之下 开出巨型战车 对着前场开始猛烈攻击 场上瞬间只剩下三名车手 眼看着就要玩完 杰森赶紧联系旁边的车手小黑 一起利用骷髅二纽搞垮战车 看着眼前的景象 竟然是气的Garton 立马拍出小弟 在杰森的车上安装炸弹 随后更是在决赛的时候 搞毁杰森车上的装置 可后面的攻击仍是不断 身后的小黑也不知怎么的 突然对着杰森就是一炮 好在杰森迅速躲过 炮弹直接打在了监狱外墙 小黑和杰森立马冲出了监狱 这时金姐也反应过来 自己被遗憾了 原来杰森和小黑早就商量好 一起逃出监狱 刚才的攻击 不过是两个人给金姐演的一出戏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的金姐 怎么也没想到 会被这两个人耍得团团转 于是立刻下令 引爆杰森车上的炸弹 可倒不知道的是 他派人安装的炸弹早就被发现 气得金姐直接派出直升机 关键时候 博美利用自己已经拿到释放令的优势 让杰森偷溜 自己则换上了面具哥的衣服 最后金姐被自己准备的炸弹 炸成了最美的烟火 而小黑和杰森也带着杰森的娃 过起了隐军的生活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批名叫死亡飞车 这是一部很不错的赛车电影 不过很明显 正常的赛车比试 已经不足以满足观众了 加上炮弹的攻击 确实刺激 不过赛道上的按钮 总让我有一种 再看死亡版KQ飞车的即时感 整体看起来 整部电影还是不错的系列电影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PS 男主的身材真的是太棒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王美丽 我们明天再见吧